看一下就是说折类键扣形都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弹起来没有 就是你轻轻拽一下 就看缝隙基本上就看得出来 这边这个折类键上紧了的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这两边这个也必须弹起来 这个也必须就是卡进去 请你用力拽一下 用力拽一下 还有一个检查的地方就是一个相机 相机看一下相机是否开 开机 我们检查一下相机的拍照 看一下就是说你快门相机是否开了 检查这个拍照可以排他说很多原因 快门线插没插相机是否开了 但你还看一下同时那个镜头盖是否打开了 检查拍照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用地面站 正面点拍照 你不能人为的去按一下 因为这里你不能就是说看 你不能知道快门线是否坏了 或者是没插啊 就是没接触不良啊 这边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看一下飞机的一个状态 就是空速必须在三秒 三米明月以下 你看一下当时有没有风的情况 如果有风可能就是在三四的样子 那应该属于战场的 如果就是说没风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给你标到四五六啊 一直降不下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有问题 还有一个电池电压 因为我们这个是12列式的 然后这个电池也不是用了比较久了 然后有点老化 四十九点几 四十九点九 现在因为五次伏是正常的 然后的话一个模式 还有一个就是卫星科数 这里卫星科数 可以看一下看一下 检查一下横线是否写进去了 还有的话就是一个 速传的一个信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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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